地球大神秘 是由以下商戶機構聯合贊助播出 每個旅程都充滿色彩的東營油 愛基金關愛兒童生命工程 以勒基金 我熱愛生命行動 聯合贊助播出 來啊 地球上有不介 怪兒知事物 星空的遠處 是誰在印度 尋找當中的偉大故事 顛覆這世界 振撼著宇宙 人在远古之初 背败了天地 一生多缺点 爱欲没尽头 强者心中有更大宇宙 千秋的功光 问谁在决定 千秋功过 问谁决定 欢迎收看地球大神秘 我是郑芷成 世界上发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神秘事件 就连现代科学都没办法完全解释 而其中有些大神秘事件 就好像一条用来解锁未来的锁匙 这些神秘迷团一旦被解开 就代表人类和世界的命运即将进入倒数 圣经预言应验 一直是最重要 最多人研究的神秘主题 这些神秘迷团一旦被解锁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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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全长一千公里 由于一条天然形成的大通道 他就是文明世界的河西走落 今天在这里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神秘的遗迹 敦皇莫高忽竟然出现神秘耶稣掌 雅丹魔鬼城一去无回头 为什么丹霞地貌山体上出现七色彩虹 神秘立像馆立像竟然不停出汗 地球之心在显微镜下的外星生物 河南山上七千年前 岩华出现UFO图像 看到这些图像 每一个面孔很恐怖 你觉得是不是很怪异 因为像是UFO或者外星人 过壁沙漠发现大量海洋生物化石 丹霞地貌人类失踪事件 仰兆文化高度文明中最不可思议的文物 为什么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件 发生在河西走廊 令到这条被称为中国最伟大的长廊 添上最神秘的色彩 地球大神秘制作队 将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发现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河西走廊 我们的旅程 会发现更多关于中国大西北 和河西走廊的秘密 绝对会颠覆你的固有概念 河西走廊 地处内陆距离最近的海洋 亦有1300多公里 再加上周围山脈和高原的阻挡 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湿暖气流 几乎没办法来到这里 注定了河西走廊 江巷酷热的结局 沙漠和窝壁随处可见 但是我们面前这些绿洲奇境 又是怎样出现的呢 Fiona 很大块石 今天来到大茶蛋的翡翠湖 来到大茶蛋 有没有大茶饭吃呢 好 等姐姐带你去吃 好 好 拿下来 你看这个月牙泉多漂亮 对于化石是怎样形成的 很多科学家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 但可以肯定的是 化石要经过突然间出现的工压能量 将生物抽成真空 再被抗物质和岩漿取代 经冷却后而形成 所以不少学者认为 化石的出现 和远古全球大洪水有直接关系 在我们面前的过壁沙漠 竟然会找到这么多海洋生物的化石 这边是很危险的 因为很准备 而且它的方向很容易迷失 那是事实 再过去就是神秘的布兰湖 在麒年山峰上 长年即雪 变成巨大的水壇 有人认为这些流向河西走落的水 经过人类难以想像的漫长时间 冲積出峡谷 平月 丹霞 彩丘 实际是否真的这样 制作队在世界各地发现了亿万年的地貌 竟然可以在瞬间形成的实证 哇 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 绝对是 这个是地球大神秘的神秘现场 有一场在一万年前的大洪水 令到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湖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干绝了的航座 这个是地球大神秘的神秘的神秘的神秘 很奇怪的事就是在这个敦王的洞耀里面 竟然发现到基督像 很多基督教的元素来证明这一幅像 说的就是耶稣基督 中国人从此知道 老天爷原来是有名字的 2100年前 汉代张轻佛去病 打通河西走廊 建立了武威、张逸、酒泉、敦王 这四个棍 从此 《丝绸之路》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究竟我们在哪里来 我们在哪里 我们将要去到哪里 在1921年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申 在英国来华传教士安献宁的协助下 在仰兆村发现了各式各样奇怪的彩色图片 仰兆文化 从此成为8000年前 中国人有高度文明的代名词 在甘肃省 天水市秦安苑的东北部维河 发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文明 大地湾为止 是位于中国甘肃省境内 被考古杂志评为 中国20世纪100项的考古大发言之一 博物馆的主角 就是这个胡老生女人头的彩图 国宝级人头糊 用红图造成的人头糊 和众多人头糊同伴一样 头微微扬起 仰望圣空 图是人类第一次靠自己相手 将土壤、水和火交继在一起 出现了物理和化学的反应 人实现了物质的转换 更发现了自己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 并不一样 有一种创造的能力 究竟这种智慧在哪里来呢? 人用泥土创造了人头糊 上帝用泥土做人 出自泥土归回泥土 人类不断思想 生与死的意义 究竟我们在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将会去哪里? 地球大神秘制作队 从河西走落出发 横跨亚洲、欧洲和微洲 以影像考证地球上七不思议的大神秘事件 展开华人史上大洪水秘境探尋原声 在2000年左右 气功突然在中国国内 以及世界各地成为热潮 全球各地练气功的人数大增 不少人认为 练气功可以强身健体 能医百病 甚至可以长生不老 但是为什么练气又会有功? 而这个功又是什么呢? 只知气功两个字 即是强健体派 我找一个信任的人做过气功 对身体好 他推荐我去试试 为身体里的气运行全身 用来练功 是否那类 演艺人胡美宜曾有邪灵控制 后来为了摆脱邪灵 而要进行驱轨 胡美宜 Amy 1977年参加无线电视主办的星宝片场 奪得总冠军而晋身演艺界 Amy曾活跃于电视、月曲、舞台剧、美容等界别 曾获得香港戏剧协会颁发最佳女主角奖 享有月钓天后美语 担任艺园期间 Amy以为练气功除了强身健体 还可以开运 甚至可以帮助其他人转运 当Amy以为自己可以主宰命运的时候 开始发觉受到灵体潜扰 还几乎被夺去生命 一股气由脚趾尖一直麻痹到半身 我的口是不受我的脑控制 我慢慢感受到我会将我的灵魂出卖 我应该是三十多年前开始练气功 那时是三十多岁左右 那时有一个花名叫胡八祖 一天二十四小时 但要拍八组戏 身体负荷得不太好 自己付出那么多的努力 但是换来的都是一些 会说你是会演戏的绿叶 但可能你捱都会和主角一起捱 心理上自己也是很不平衡 于是胡美仪就和朋友到国内 去拜师修炼气功 希望可以借此强身健体和转运 胡美仪也很快就尝到甜头 打通我任督耳脈 灌一些气给我 我就可以去打一些拳 是我未曾学过 师傅他本身已经可以灌气给你的了 那大家就充满气场 大家就在这儿移动了 那如果我回到香港之后 我就要按师傅的指示 去买一些偶像 有个莲花座坐在那儿 然后就装香对着这个偶像去练功 譬如像我自己那样 在静的状态之下 曾经都试过由脚趾尖 一股气 一直麻痹到半身 在那个状态我就会知道 我觉得那些是好东西 就这么听下去 那些仪式似乎和其他涉及灵体上身的 民间宗教差不多 在网上有资料说 有些专门研究佛学的人士指出 气是无知觉的 亦都不会做到任何事 所以气不可能有功 每个骗浪的开始 总是要有一些甜头 才可以引人入局 我是可以看到人 睡了觉他在做什么梦 他在梦里的人 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甚至乎 腦里面 会收到一些意识 就是教我如何去 帮人按摩 当有人身体不舒服 他都会说 找一下胡美仪 找她 她会懂事 给她拍摄 她就会好 人家叫你去帮助 去帮忙的时候 那种的优越感 是说都说不出 如果你突然间 会有一些超能力 你会很开心 那当时呢 我都是深深欢喜 练练练练 这种平和的感受 是没有了 慢慢换来的是什么呢 是一些五孔流血 母头的尸体 或者男女性爱的场面 这会里面觉得 有污蔑的感觉 有惊恐的感觉 那时我就开始 开始去沉闻 教我器功的师傅 没有回答过我任何的事情 只不过就说 你跟着我们这样的方法去练 不用多久 你就会比现在演戏 你是可以 懂得别人不懂的东西 在兆庆 师傅呢 就叫他们去 一棵大树那里收器 那大家呢 就围着一棵树 就去收器 有一位师兄呢 是没有走过去的 那位师兄说 我看到很多东西围着那棵树 就是那些 潔淨的灵体 那你说 他们收的是什么器 就是那些 其他灵体的器 当日 我自己 就是因为 回到绍兴练功之后 回到香港 在我练功的状态的时候 我的口 是不受我的脑控制 我的口 自己就说 多谢这几天 你带我上兆庆 我这样 我里面突然醒一醒 哇 为什么会这样的 我想一下 那时候 我只不过是三十多岁 那这些灵体 不是会跟着我几十年 我慢慢感受到 我会将我的灵魂出卖 就是用自己的灵魂做倒注 无论你的思想 或者你的行为 都已经被其他的灵体操纵 是对你无益的灵体 那就出卖了 是令我自己很害怕的 很恐惧的 所以 我就立刻放下了不练 美姨姐这种情况 其实很多被灵界骚扰的人 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尤其是那些 接触得越来越深的人 他们就会很多时候 感觉到 想法或者思想行为 都受不了控制 你今天看到美姨姐 她及早知道自己 有这样的情况 就立刻停了 其实帮她很多 如果不是的话 后果真是不知道会怎么样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第一个很重要 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 你要先想想 究竟什么影响到你这样 如果是你知道的 你先第一件事 要先停下在线 如果这样都不行 就需要找一些基督徒 去为你祈祷 读圣经 唱诗歌 我都很相信能够帮到你的 但如果真的这样都不行的话 就应该去找教会的牧师 去为祈祷 帮他 当我信了耶稣之后 每当我看圣经的时候 一读到耶稣是道成肉身 我就很不喜欢 而且读到神的宝座 我就有点憎恨 那我觉得 咦? 有问题 如果我说我信耶稣 怎可能是这样呢? 米看胡美儿 现在很气定神闲地笑谈往事 但是 原来她是经历过一场 惊心动魄的驱魔大战 才可以赶走邪灵 牧师就是这样面对面 跟我聊天 其实是跟我里面的灵体聊天 我已经是宿世到很小 在我里面 她是求牧师 她说你不要赶我走 这样 牧师就跟那个灵体说 你有什么资格不走呢? 米儿是属于主耶稣的了 那这个灵体就会答牧师 如果你真的要我走的 我就会毁灭他的声音 让他以后都不能唱歌 在那时候 我是以唱歌来做饮食的 如果你说 毁灭我的声音 以后都不能唱歌 里面的我就很害怕 所以牧师就叫我 他说你里面的你 你不要受 不要让他受恐吓 不可以再唱歌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要害 牧师就看到 那个灵 下面是有个莲花座的 他们就一起祈祷 是破了莲花座 在我里面 其实是不止一个灵体的 是有好几个灵体的 有些是做大器的灵体 有些是医病的灵体 有些就是莲花座的灵体 起码多三四个 当时我录了一首歌 粵曲福音歌 叫做主外片人环 牧师就是有这个灵类的聪明 他就说 立刻要播我那首歌 一播那首歌的时候 我就大喊 不要听那首歌 接着一直不停喊 那人就凌空 省值了 在这个那么重要的点之后 整个场都静了 所有人都没有再说话 牧师他们是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平静 安宁 他们知道 走了 于是大家 齐来赞美主 有人问我鬼怕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鬼怕耶稣 因为鬼是灵界的 他们知道在灵界里面 耶稣的能力 是超过他们的能力有多少 耶稣一句说话 鬼就要退去 甚至乎耶稣一句说话 鬼就可以被消灭 所以鬼是很恐惧耶稣 今天我们说鬼 其实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命 因为耶稣的命志 就是超越一切的能力 唯有依靠创造主的力量 胡美宜才可以和邪灵断绝所有关系 而邪灵亦再搞妖她不到 如果你又或者身边的朋友 需要寻求协助 欢迎打来人生热线81008012 和我们分享 我们会安排专业辅导员 在节目播出之后 三个小时内接听大家的电话 和大家一起寻找新心灵的出路 另外 地球大神秘报了WhatsApp和微信 9 8 9 9 18 22 欢迎提供神秘话题给我们 还有机会成为播出的内容 下星期同样时间 地球大神秘再见 拜拜 若世界各入口流 何凭你顺便放掉 如对以上内容有感动 请透过以下方法奉献支持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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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